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显观庄严论》 很多道友可能觉得《显观庄严论》特别好 我也遇到个别的人 觉得很有兴趣 也有个别的道友可能前世对般若法门的串习不够 即生当中遇到空性法的时候 也并没有完全提起信心 当然人各种各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因缘 条件都是不相同的 不管怎么样 我本人而言遇到这种法门 而且跟大家共同学习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 每天都是讲课和学习 在生活当中是最有活力的 自己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一天拿下来的时候 我们共同学习 这样佛陀最究竟的智慧精华 我们共同这样学习 即使不懂它的一切意义 但我们种下的善根不一般 这是按照《显观四百论》的有些教证 大家也是应该明确 下面我们讲到《显观四百论》 前面这个论题 第二个论题当中 分略所和广所 然后略所七十亿 前面的课堂当中已经讲完了 今天讲到广所 七十亿的分类 从发心到最后七十个事业 发生的事业 这个之间 总共有表示八种事的 有七十个议 七十个道理 七十个道理当中 一一地给我们做介绍 广所分为三个方面 这三个当中 其中第一个 别所对境善知的法相 也就是说讲善知 然后略所必相加心 也就是说思加心 然后后面广所所得的 果的功德 也就是说发生 下面广所的时候 还是讲善知 思加心 发生 别所善知当中 也是分三种 第一个是向无生知 显观 边知 然后到无相知 显观 讲道知 还有即无我知 显观 讲机智 分在三个方面 首先讲的是辨知 那天我们说了 表示辨知的 下面有十种法 然后还开始一一一地讲 那么第一个 向无生知显观 分为三个方面 宣说意乐法 大菩提心 还有宣说加心 便知知分 下面我们四个修行以上的法 除了菩提心以外 这几个是便知的分知 然后宣说并提实修之显观 后面讲的四种修行 四种修行 首先第一个 发大菩提心 其实这个是 也就是说发菩提心吧 我们辨知 表示辨知的十种法当中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发心 这个发心以法相来略缩 发心的本体 然后以比喻来 广缩发心的实相 我们讲英明的时候 为了表示任何一个法 首先要明白 它的发相是什么 然后具体来说明 这个是哪些哪些 将它的分类 这叫做实相 所以在这里通过 以法相来略缩发心 然后以实相来 广缩它的道理 用比喻的方式来说的 首先第一个是 正式宣说发心的本体 还有对发心的本体 进行佛经对照 对应 分两个方面讲的 首先第一个 在颂词当中讲 发心为利他 求证等菩提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能 凡是学过大乘论典的人 基本上讲到菩提心的时候 会用这个教证 因为这个是 讲发菩提心的最关键 我们要认识菩提心 到底菩提心是什么样呢 必须要用 弥勒菩萨的这个金刚语来认知 非常非常关键的 一般来讲 学习大乘佛教的人 没有一个背不到 这一个的 而且现在我看到 有很多大学生 在世间的一些学生当中 很多人也是 经常提这个问题 这里面 但是他们因为缺少了 佛教当中专业的一些学习 所以他们有些问的问题 也是通过学术级的一些 常用的名词来提问题以外 佛教当中专用的一些 修正和理论比较缺少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 实际上讲菩提心的本体 它的发向是什么样 菩提心的定义是什么样 在这个当中讲的 那么一般来讲 讲菩提心之前 菩提心要分析 它是依靠什么样的身份来产生的 然后依靠什么样的心体 心态来产生的 从讲它的身份的时候 按照相关的大乘论典来讲 那么菩提心的身份 不仅是人 还有像善恶趣 地狱 旁生 恶鬼都能产生菩提心 比如说佛经当中有些地狱的众生 他们也是可以生菩提心的 就像我当大师释迦牟尼佛 以前在地狱里面拉马车的时候 对他的朋友生菩提心的故事 饿鬼当中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传记当中说 《观世音菩萨》到饿鬼界 对他们宣说佛法的时候 许多饿鬼相续当中 产生菩提心的公案 还有一些旁生 比如说佛经当中讲龙女 然后他发菩提心的故事 还有飞天阿修罗 阿修罗也有《大宝积经》里面说 阿修罗相续生菩提心的一些道理 然后诸天人 佛陀宣说佛法的时候 很多天人来到人间来听说 并且在他们相续当中 比如说两万个天子的相续当中 产生菩提心的故事等等 这样的话 菩提心并不是像别解脱一样的 他所有六区的众生 都可以产生菩提心 从身份来讲也是这样的 从心态来讲 按照《经观众文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 只要对佛法身有信心 对可怜的众生有悲心 还有能懂得真理等等 这些心态都可以产生菩提心 所以我们讲 心意或者圣意 一处的话 菩提心跟其他的有些结局有点不相同 有人可能问 这样的话 按照《阿底下尊者的菩提道德论》当中 已经讲过了 只有别解脱的 其中身份的基础上 才可能产生菩提心 别的无有是处 那这次难道不相闻吗 实际上是不相闻的 这是前辈的很多大德 也已经解释过 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生菩提心 至少也是 其中别解脱界当中的一份戒律 就是一份戒律的这种条件 必须具足 如果念一个 比如说不杀生 不邪因 别解脱界当中的 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一戒居士 多戒居士的 像这样的一个条件都没有的话 那么收持菩提心 菩萨戒 或者发菩提心 非常难以的 再加上阿底峡尊者 是从非常严格的层面来讲的 因此不会有这种冲突 或者是有过失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这样我们知道 菩提心的益处是这样的 菩提心它自己的本体是什么呢 实际上菩提心的本体有些 比如说五诸菩萨和世青论师 以前也是讲过 他们承认为是信书 别解脱布和四字仙 四字仙他们两位 菩提心的本体认为是信王 然后龙猛不是 世青论师和五诸应该信说 好像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应该可能这样吧 然后无格光尊者 他用太阳和日光 日论和日光的比喻 只要有信的话 有信说 所以菩提心实际上既是信说 也有信王的 那么这两者不可分割的 这么一个心态 菩提心不能单独的一个信说 也不能单独的一个信王 应该是具有太阳和太阳的光一样的 它具足这样的心态的一种发心 那么菩提心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已经讲了 发心实际上是为利他 还有求正等菩提 第一个 它有两种条件 这是我们经常也是 在不同场合当中说 它是有恶力的心态 恶力的话实际上是 自力和他力也可以讲 或者说是智慧和方便的恶力 恶力 恶意 其实恶意的意思吧 意思是这样的 那么这两种意义是哪两种意义呢 第一个是愿他众的大悲心 必须要具足的 还有愿佛国的智慧 这两者是必须要具足的 所以第一句说 发心是什么样呢 发心是为了天下无边的所有众生 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获得解脱的 这样的利他的大悲心 这是第一个条件 愿天下所有的众生 光有一个利他的大悲心是不足够的 一定要愿这些所有的众生 暂时获得人天福报 做究竟的时候 能得到圆满正等觉的 他这里正等菩提 正等菩提是觉悟 或者说不达 不达的话 已经获得正觉的意思 正等正觉吧 获得了真正的觉悟 这个就是菩提心最主要的 第二个条件 这个是一定要有一种智慧 意思就是说 菩提心极具足要利他的大悲心 同时也具足利子的 真正正证悟万法的佛果 具有这两种条件 才称得上菩提心 否则现在有很多世间人 不知道到底菩提心是什么 你多发菩提心 多发菩提心 好像他认为所谓的菩提心 这是一个好心好意 比如说我在路上帮帮 那天我遇到有个人说 一定要雷锋就是菩萨 他发了菩提心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 肯定是菩提心的 也许是从光阴上讲 是一种利的 但是雷锋不知道 什么是佛都不知道 他根本不具足这两种条件 只不过他做一些形象工作 现在很多人也认为 他其实形象上做的 有些事情 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他的心态好像并不是 人们以前所宣扬的那样 他根本说不起来 所谓的菩提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 包括有些佛教徒 好像大悲心和菩提心 或者大慈心的 这样中间的差别 不会分析 因此这个是一定要用 理论上来建立他的观点 具有两种条件的这种心态 或者说 这个心和心所 称之为菩提心 菩提心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用他的本体来虐索的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 是不是在 进行对应于佛经的意义 彼彼如今中 略光门宣说 刚刚我们讲到的上面的 一个是为利他的 一个比指的是利他的心态 还有是菩提智慧的心态 那么这两者就是说 弥勒菩萨他自己并不是 自己独自已造的 不是自己的分别念 其实弥勒菩萨如果造的话 我们应该会相信的 我们也不会承认 他是分别念 但是他为了让我们后学者 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念为主 现在有些辅导员和 现在有些世间人 根本不是在佛经里面的内容 他自己胡说八道 认为是在讲课 但这种必须要避免的 所以我们这个七十一 实际上每一个道理 根据佛经的内容 都可以进行对应 第一个 菩提心有对应的 好像后面的事业 也有对应的 那么这两者的话 中间所有的七十一 都可以佛经当中 一亿地对应 因此他这里说 上面所讲到的 菩提心的这两种条件 或者两种心态 在相关的 比如说 《般若经》 《花言经》 还有这些《般若经》当中 都有意义地 由略缩和广缩 就是有略缩的意门 还有广缩的意门来宣说 那么略缩的 怎么宣说的话呢 比如说《般若经》当中 佛陀告诉舍利子 说如果菩萨想获得了 一切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那一定要学智慧波罗蜜多 这个是略缩的 略缩什么呢 略缩菩提 我们不是讲刚才 愿佛果的有一个心态吧 愿佛果的心态 弥勒菩萨不是他自己想的 佛经当中已经有第一个条件 如果任何一个菩萨 你而想获得了 一切相和一切智智的 这样正等觉的果位 那你必须要在因地的时候 学智慧波罗蜜多 这是略缩的 广缩的时候 佛陀在佛经当中又说 说舍利子 你如果真的安住于 这些无相道理的时候 那么你就是对布施者 所布施和让布施的方法 全部都是以无缘提供的方式 也就是说 一切无有任何的能施 所施以及实相等等 这种方式来进行做布施 所以从布施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六多万行 每一个都已经讲了光说 这个是六波罗蜜多的时候 慈戒也是这样的 安忍也这样的 然后还有精进 精力 智慧 每一个六多万行 最后有三轮提供的 前面六月说的时候 你要想成佛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智慧波罗波罗蜜多 后面讲这个光说的时候 在佛经当中特别广的 你们读过波罗经的都知道 每一个都是怎么样 三轮提供的这些道理都有讲的 所以佛经当中 第一个智慧的梵体都有宣说的 这样的话 刚才不是说 菩提心有两个层面吗 一个是利他 一个是求菩提 那么利他有没有呢 在佛经当中也同样有 佛告诉舍利子的话 说大菩萨如果你想求 所有十方刹土当中的 恒河沉沙那样的众生 如果想真正让他们 安置于无欲的涅槃 如果他们安置于无欲的涅槃的话 那么你也要修学 波罗波罗蜜多 那你要学波罗空间 你要想安置他们无欲涅槃的话 你自己没有 波罗蜜多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说从利他心的层面 也有略缩的 然后广说方面的话 也是比如说布什的话 那么他让这些吝啬的众生 能安置于无有吝啬的 布什波罗蜜多的 吝啬的这些众生 遣除他们的吝啬的心 然后进行宣讲了波罗蜜多 然后赐劫的这些众生 赐劫的 违品的 凡劫的 任务的心 就进行宣讲了 然后去遣除这些心态 并且安置于 持戒波罗蜜多 最后比如说智慧的话 那么智慧的 违品的邪慧 邪分别念的所有的这些众生 把他们相续当中的 邪分别念遣除 最后安置于 智慧波罗蜜多等等 六多万行的话 都一亿地光束 所以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得到 要进行对佛经对应的时候 要知道所有这些 《显广传闻》里面的内容 实际上应该有一个对应 佛经的对应 这一点我们在座的人 一定要注意 以后讲经说法跟世间人 一般的自我宣传 这种方式是不相同的 说实在的 我们一些自我宣传也好 现在社会当中的 其他的一些理论要说的话 可能你自己想什么 说什么 这样是合理的 佛经当中的有些道理 说实在是非常严格的 因此为什么前辈的大德们 特别爱用教证 就是用教证的时候 即使你表达的思路有点不同 但实际上这一点 也是有附近的教证 有论典的教证 前辈大德们的教证 因此我昨天去文殊小学 他们讲 他们其实大概是十几岁的孩子 但是他们每一句话 都是引用一个教证 我当时非常欢喜 这样的话真的 他们长大之后 相续当中生起很坚固的定解 以后不管讲经说法也好 做什么都 不像现在人那样 自己一开口一听的时候 根本不是在佛经里面讲的 不是在论典里面讲的 因此我们最近听了一些 现在稍微好一点 前一段时间我听了一些 外面的居士辅导员 有些居士辅导的很好的 他们还是引用前面的一些教证 自己不懂的话 在佛经里面怎么应用的 但有些人看书的时候 好像对着书 把讲记读一遍 特别可笑 那这样的话 这不叫什么辅导员 这叫什么还辅导员 有些是也有这样的 有些根本不是既没有看讲记 也没有看其他的讲义 比如说我们这个颂词念一遍 然后凭自己的一些 特别杂乱无章的心态 或者分别念 就胡说八道 这个是非常的可笑 这是一定要严格 你看这里 弥勒菩萨他也说 我并不是自己的遗兆 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 我们从世间的话来讲 是佛教的接班人 然后他获得了十地菩萨 但不可能是他有自己的遗兆 但是他跟我们后学者要讲到 如果我们要讲的话 第一个是前辈的这些论典 为自己的标准 然后如果你论典的 有些道理没有的话 同时你对前辈非常可靠的 一些有修正的大德和上师们的教言 我也在不同场合当中 说过多少次 你们大家心中也说 如果上师的一些教言记不住的话 那你颂词里面的内容 不要参照很多自己的 根本不是本意的 如果你是非常聪明 也确实是能懂得里面的一二 但实际上 我们现在很多末法时代也很难得 《月成论师》讲《入中论》的后面 他说 他要讲这么甚深的宗观的话 依靠龙猛菩萨的加持 不然他没办法讲的 然后法成论师讲英明的时候 他说 我讲到这么甚深的 这种英明的道理 依靠陈兰瑞士的价值和道理 才能开启智慧 所以我们前辈的这些 越有智慧的人 他就认为 他所有的这些智慧的源泉 就来自于他的上师 和来自于他的传承的这些祖师们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好像自己认为是一种自己的创造 创意 但这种创意 一般在佛教当中很难出现 因此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以这个威力 那么七十亿当中 七十每一个都可以由佛经来对照 而且在这里我们已经讲到了 使佛经作为正量 并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念 认为这是很正确的 所以《千观庄严论》开头讲的时候 为什么有佛经的对照呢 也是这样的 我们佛教当中的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以前是非常重视的 一个大德对一个道理 要引用多少多少教掌 有些说讲一个题目的时候 引用一百个教掌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后来无理运累了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应该尽量地把这个 如果你用你的智慧来发挥的时候 也是特别需要一些 前辈的大德的教言来进行营长 这样的话 不会有很大的错误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讲到了 前面一个是菩提心的本体 第二个讲到菩提心 实际上不是弥勒菩萨他自己造的 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 有得非常可靠的 不仅是菩提心 在《般若经》里面找到 而且我们下面所讲到的 所谓的教授 修行 所有的这七十个意义 全部都是在佛经当中能对照 这一点 弥勒仁波切也是专门由《现观众案论》 与《般若经》 进行对应的 我原来想翻译 其实弥勒仁波切把《般若摄颂》 跟《般若对应》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都给我们讲过一遍 当时信心可大了 但现在好长时间没有看 去年我们讲《般若摄颂》的时候 我想加持很大 原来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下面讲以比喻来 广说实相 下面这个菩提心 到底是什么样呢 菩提心他的实相 或者他的分类 用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比喻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知道我们经常 引用一些大乘的教典的时候 都引用这个颂词 就是信心修习当中也引用了 三界论师当中也引用了 其他的包括我们以前翻译过的 很多论典当中都引用 一讲菩提心的时候 都引用这个教证 总共有22种 这是菩提心的分类 菩提心如果分的话 实际上有22种 加行道和资粮道的时候 圣戒心的菩提心 从一地到七地之间 不清净的菩提心 然后七地到八地到十地之间 我们殊胜的清净三地的菩提心 然后佛地的时候 不动摇的 不退转的菩提心 有些当中是分到四个阶段来分的 那么这四个阶段 总共我们可以 22个菩提心分类 其实这22个菩提心 从深意菩提心 四处菩提心都可以涵盖的 我们前面讲的菩提心 发行为利他求正当菩提的这个法相 既遍于深意地的法相 又遍于四处地的法相 既遍于怨菩提心 又遍于心菩提心 所以所有的菩提心都可以在这里 这个意思都可以涵盖 那么我们下面讲一下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样呢 它是在《华严经》当中 有118个比喻来说明过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比喻 但在这里是象征性的 也就是说 最重要的22种比喻来说明的 那么我们后面可以讲 他有些不同的观点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知道 它每一个都有22种比喻 然后在颂词当中 只是把比喻讲了 没有讲它所表示的 发行的本体和它的特点 这两者在颂词当中 是没有讲的 它只是在颂词当中 讲了22个比喻 什么地 金字 月亮 火 宝园 大海 这些 一般看不懂的人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啊 是不是讲花学 还是什么的 一会儿讲金字 一会儿讲月亮 讲火 是不是火药 四大发明之一嘛 是什么什么 是吗 是吧 下面我们把这个十二点 你们跟着颂词的话 首先是第一个 以乐入地的发行 在我们资粮道的时候 小资粮道和中资粮道 大资粮道 有三个 小资粮道的时候 有一个发行 这个像大地一样的发行 这个大地一样的发行 利益众生的这样的意乐 就是这种意乐的信天 意乐像主般的一种发行 那么大地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依靠大地 能增长万物 那么一切善法和一切功德 依靠资粮道这样的发行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大地那样的发行 这是刚刚资粮道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资粮道 都不知道 如果有了资粮道的话 那么一切善法根本的心态 你已经有了 以后有了这颗发行的话 那么所有的这些善法 在这个大地上 什么善法 万物般的这种善法 它在你发行的大地上 不断地会成长的 所以一般小资粮道的时候 有这样的发行 这是我们二十二个发行当中的第一个 第二个发行 意乐如金般的发行 那么这个发行 中资粮道的时候有 就是中资粮道的时候 那么这种意乐它主办的发行 是什么样呢 一直到从你刚才那个 小资粮道发行 一直到成佛之间 它永远也是不会有改变的 就像我们所谓的金子的话 它怎么样通过火烧 或者怎么样锤炼 它不会变成什么铜 铁 其他的金属物 它不会变成的 所以有了中资粮道的这个发行的时候 那你不可能说 我今天想发发菩提心 过两天遇到一点点违缘 别人好像等一眼的话 那马上退失信息 不会这样的 你的心态已经像金子一样的 金子永远它不会有改变的 它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到了资粮道以后的时候 那么这种心态 完全是像金子一样的 永远不会变的 这个是第二个 中资粮道的时候的发行 然后第三个就是大资粮道的发行 大资粮道的发行就是 意乐增上如上玄域般的发行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 你自从产生了这种菩提心之后 所有的这些信心 大悲心 然后是这些善法 善法就是日欲俱正 并不是我们现在几个别人 今天发行很好的 我一切的一切 圣口依 圣门供养 我度化众生 利益有情 我哪怕是分身吹过 我永不吹闷 然后自己特别 然后过两天 遇到一点点的事情的时候 那已经不行了 我再也不发心了 别人欺负我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天安坐下来 好像有些人哭的时候 嘴唇都特别厚 不但是眼泪流出来 鼻涕也流下来 特别厚厚的嘴唇上 两个鼻涕就下来 这种不叫什么 上宣月那样的发行 这是第三个发行 第四个发行是 加行如火般的发行 那个是甲行道 甲行道本来是有乱 人 丁 世间第一法有四个阶段 但是这些没有分 整个甲行道 甲行道的这种法性 实际上与他主办的这种法性 能分手甲行道 所障碍的一切烦恼 当然他没有像第一地一样 在那个时候 他有比较粗分的 比如说 不躲善恶趣 在你发心的违平上面 一些障碍的木材 通过发心的力量 全部都分手 自然而然 到了甲行道的时候 那你发心的违平方面 很多的障碍 那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像火那样 非常猛烈的一种发心 在我们凡夫地当中 它是最上等的一个发心 这个像火一样 火依靠它的威力 可以分手甲行 同样的 这种发心的力量也相当强大的 这是第四个发心 那么第五个发心 叫做布施如宝藏一样的发心 这个是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原来的世俗菩提心 已经变成有生意菩提心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不管是你发布施也好 财布施也好 无为布施 包括自己最珍贵的身体 都可以布施 那它完全可以满足众生的愿望 这么一个非常殊胜的心态 这个相当于也是宝藏 宝藏的话 有些可能大海里面 也有所取的宝藏 还有在世间当中经营财宝 各种珍宝的仓库 你取什么都能 比如说以前像古代的一些国王 他宝藏打开的时候 什么样的乞丐 人什么样的乃 都可以满足他的所愿 所以到了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他发心的能力 他可以满足很多很多的众生 虽然他是一个菩萨 但是他有不同的智慧和能力 能满足非常多的众生 这个是第一地菩萨的发心 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难的 确实很难的 但是其实现在因地的时候 也有基本上与他相同的 比如说布施非常相同的 一地菩萨相同的 自己能满足很多很多众生的愿望 持戒也是相同的 能产生很多功德的 在凡夫地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六度 都有比较相同的功德 可以产生的 然后第六个 戒律像如意宝的来源 就是宝愿一样的发心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戒律是一切功德的缘权 那么有了第二地菩萨的 这个发心的时候 一切的功德自然而然 源源不断的 珍宝的来源也可能有一些宝山 山里面取之不尽的资源 还有像大海 在其他地方 也有非常丰富的矿产 所以像宝愿一样 一切的功德 源源不断来 这是第二地菩萨 获得第二地菩萨的时候 那么一切的功德 自然而然出现 非常容易的 然后第七个发心 安然像大海一样的发心 这个是什么样呢 安然主板相应的发心 那么他始终不会 被违品所扰乱 所危害你 我们现在因为有时候 可能遇到一点点的痛苦 身体不好 心态不好 或者别人来欺负你 别人来说你 稍微有一点扰乱的时候 道行就退了 有些人就没办法 我现在没办法面对人 如果谁都不见 我可以发心 利益众生 如果要见人的话 我特别讨厌很多人 我没办法 这样谁都不见 怎么利益众生 可能他想遥控利益吧 这样每天都是 拿一个遥控器 利益众生 如果有个这样的话 可能好一点 因为他没有面对 众生的这种勇气 其实我们在发心当中 如果我们不接触 不敢接触众生 是一个很脆弱的表现 实际上我们接触很多众生的时候 自己发现 自己的二人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像大海的话 大海的表面上 可能波浪有一点 但是整个大海的体型 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同样的道理 一般的菩萨 其实真正的菩萨表面上 可能也许他不高兴 他显现是这样 这个相当于是 上面的一个波纹一样的 他的整个心态 光入大海的智慧 他根本不会有 外在的一些因缘来有扰乱 或者是有混乱 不会有这样的 所以到了第三地菩萨的时候 别人对他的身体上面的肉 一块一块隔着的话 他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嗔恨心 这样的境界 这种境界在我们世间当中 一般的世间人是无法相逼的 但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 这种阿仁波罗蜜多的比较相同的特点 相同的证物 也可以得到 有些世间人 通过学习佛法之后 原来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都是精进计较 就像我们山沟里面的水 一会儿混了 一会儿断了 一会儿就没有了 就像这样的 但后来通过学习佛法以后 自己的心态 根本不像以前一样的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接受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融 也与大海比较相同的 这也是修安忍的一种表现 这种安忍像大海一样的发心 在三地菩萨的时候可以的 第八个叫精进 如金刚一样的发心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 四地菩萨的时候 这个精进也是精进相伴的发心 其实这个六波罗蜜多 每一个 波罗蜜多他是一种智慧 那么波罗蜜多跟他祝愿 跟他相伴的这种发心 这种菩提心就像发心 永远都是不会退转的 而且乐于善法的 并不是不好的一些心态 他就特别有兴趣 我们现在有些修行人 前世的习气比较重吧 比如说讲一些空心 利他 真正有一些三十七道品 这些功德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兴趣 一些世间特别没有意义的 一些这些道理 看到 听到 或者接触的时候 非常有欢喜心 对三法方面没有意乐 就像是恶格面前放绿草一样 对三法一点兴趣都是没有 像闻思的话 听一堂课觉得很费劲的 一会儿看个表 还没讲完 还没有讲完 已经十五分钟了 还没有讲完 然后如果是一些散乱 像比如说看一些世间的连续片 第二天早上眼睛都红红的 还一直看着的 现在世间人很多都这样的 行持善法方面 哪怕是听一个小时课的话 觉得特别累 坐一会儿 站一会儿 我有一次去一个辅导的地方 那里面看起来 好像这个人对三法方面的习气 特别薄弱的 好像他特别苦恼的样子 过一会儿下完课的时候 哇 心智勃勃 然后他讲各种各样的世间八法的时候 过多少个小时都是没有问题 我就想 刚才这个人听课的时候 他特别 好像作业做不住 站也站不住 特别特别的痛苦一样 然后一些搞世间的非法方面 这个人肯定很有成功的 所以我们真正的精进 波罗蜜多 像金刚一样 这种精进 乐业善法 像金刚一样非常稳固 前辈的这些修行人 真的是善法方面不会退转的 他就像是金刚 金刚永远谁也没办法去扯毁的 那么我们现在个别人的善心 乐业善法的精进心 不要说金刚 像泥土一样稍微捏一捏 马上就没有了 就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法心不是金刚一样 各位应该看看 你乐业善法的心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好像很乐业善法的 我很精进 明天不想看书 不想修行 我只想睡懒觉 吃吃喝喝 除了这个一看到法本 心里有点不愿意看 不愿意翻 如果是其他的 比较好吃的东西的话 我眼睛睁得大大大 啊 这个来给我上一盛好不好 好想吃哦 这样精进入金刚般的法心 下面讲的金律禅定 这个是第七第五第菩萨的时候 像山王一样的法心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金律相反相应的法心 不被外境动摇 就是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风吹超动 我们现在特别容易 比如说一个人说 那里有个什么很好看的 那里是什么什么 或者我们听到什么 看见什么 接触一点什么样的 我们的这种道心和禅定 很容易被动摇 到了第五第菩萨的时候 金律就像是山王一样的 山王不可能是吹大风 或者是出现地震 任何外在的一些影响 你不可能动摇的 不要说山王 一般的小山也是很难动摇的 所以到了五第菩萨的时候 那种金律不可能 就是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稍微按住的时候 两手等一开始按住 然后一个老鼠就 然后就开始行事 然后就开始起来 拿着什么东西来 准备抓老鼠 这不是山王一样的法心 下面是智慧如药般的这种法心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智慧主办相应的这种法心 能消除二障 所知障和烦恼障的疾病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障碍 毕竟非常严重 但真正到了六第菩萨 地智慧波罗蜜多 就像中观里面所讲的那样 二趣无我的证悟 这个智慧像妙药一样 妙药完全彻底消除这些疾病 我们的分别念 依靠智慧来完全消失 到了六第的时候 真正是六波罗蜜多已经圆满了 然后后面的 第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这几个实际上是 六智慧波罗蜜多的不同的范体 来进行说明的 然后这个是第六地 到了七地的时候 他的三巧如药 三巧方便就像是 三知识一样的法心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到了七地的时候 他利益众生 他的这种法心是什么样的 就是非常能善于利益众生 具有三巧方便 其实真正的三知识 他很有三巧方便的 我们《华严经》当中经常说 这个上师具有三巧方便 他遇到了不同的众生的时候 根据他的心态 他可以对症下药 这个众生喜欢散乱 首先我给他讲一些散乱的语言 用碍语 或者这个众生喜欢布施 我通过用布施来语言 而这个众生需要 可能有同行等等 以这种方式来摄受他 所以三知识具有三巧方便的 因此到了第七地菩萨的 这种法心的时候 他不管是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众生 他想利益的话 不像我们极个别人一样 虽然心里面发心是很不错的 但是在说话过程当中 在做事过程当中 一会儿这个人就生气了 那个人就开始成了敌人了 然后自己也说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发心了 不管是说什么人 他们都看成是敌人一样 那我这样发心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的 有些人真的可能自己 三巧方便没有吧 说什么话的别人就觉得说 所以最后他自己都是不敢说 这是在那里 比如说有些我们管理人员 到那里都是不敢说话 到那里也看一看 看一看有什么用 话都不敢说的话 那看了还起作用吗 这也是说明没有三巧方便 但是当你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 哦 原来我到这里来 看一看度众生的 现在不用看了 我应该是有一种三巧方便方法 有些人喜欢 爱吃方便面的话 首先要度化他的时候 买一包方便面来供养你 然后他们慢慢心生欢喜的时候 你就开始说真实 这叫三巧方便 然后下面讲的八地菩萨的时候 就是这种大愿 大愿如牟尼宝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发心 能自己所发愿 自己所怎么样发愿都能 因为到了八地菩萨以后 菩萨的发愿自然而然形成 不是很费力的 就像牟尼宝 你放在圣床上 祈祷的时候 你怎么样祈祷 也是能赐给你一切所需 所以到了八地的时候 你想怎么样利益众生 怎么样做的话 就自然而然 一般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很多事业都是在无情当中会出现的 到了九地的时候 这种大的能力 像人论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人论照耀于这个世界的时候 世界上所有的草木万物 慢慢慢慢成熟 自然而然成熟 同样的道理 到了九地菩萨的 他发心的能力 无情当中能成熟 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是很轻作的 我们有些凡夫人 很想帮助众生 但是有心力不足 没有办法的 我现在很尽力 凡是我尽力了 就没办法了 就不像这样的 那个时候你的这种能力 自然而然 很多方面的能力会出现的 其实我们度化众生的时候 世间当中的很多道友 有些人好像无情当中 成就很多的事业 这也是跟九地菩萨 比较相同的 就像太阳成熟万物的话 他不是太阳 非要很努力地去每一个小草面前安慰他 不需要的 只要能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么花草自然生开一样的 那么第十四个 我们十地菩萨的 也就是说大智慧 在这个时候 净所有者能成熟 那么这个时候智慧 如各生般的发心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通过正法来度化 或者说满一些众生的所求 那么他宣说佛法 能所有的众生 比如说我们世间一般 听到各生的时候 心里非常欢愿一样的 十地菩萨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能力 通过他的正法 让无数的众生生起 无比的欢喜心 满足他们的愿 这以上从一地到十地 从资粮到十地之间的发心 然后后面三清净地 有五种发心 三清净地有不同的特点 他从八地 九地 十地有特别的五种发心 那么这五种发心 第一个是 神通入网般的发心 比如说国王 他的权利拥有 他能承办什么事情的话呢 他自己的权利 承办一切众生的利益 到了三清净地的时候 任何一个菩萨就非常的容易 就像国王他自己 属下的人怎么样吩咐的话 就马上听从一样的 不像我们现在想利益众生 但是一直是 好像这个事情也是不成 那个事情也是不圆满 不会这样的 这个叫做入国王般的发心 然后第二个叫入国王般的发心 那么这个二资粮 三清净地的时候 他具足无量无边的资粮 多种多样的资粮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都已经圆满了 因此就像我们国王的仓库里面 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都可以养 那么三清净地的这些菩萨 能什么方法来利益众生 通过布施也可以 持戒也可以 方便也可以 或者安然也可以 拿各种方式来利益众生 他都具足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神通 我可能稍微用神通 神通来利益众生 前面是神通 因为到了第三清净地的时候 神通自在 就像《三修行》里面所讲的一样 没有神通的话 很难利益众生 有了大神通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了 那么第三个吧 讲《菩提芬如大陆般的法行》 这个也就是说 三清净地的这种法行 也就是说三世祈祷品 那么三世祈祷品的这种法行 所有的一切圣者都毕竟直落 所以三世祈祷品 每一个圣者都已经修过圆满 包括小乘的圣者 都已经修了 这个大路 比如说所有的车辆 都经过那个路一样 所有的这些圣者 都是经过三世祈祷品 在那个时候 已经得到圆满 然后第四个 他的智慧方便入车辰般的法行 这个实际上是具有无恶的智慧 还有利益众生的大悲心 有了这两者 一般来讲 三清净地都不可能 住于涅槃的边 入寂灭 也不可能住于轮回的边 因为它有了空性 和有了大悲心的原因 所以就像乘车 好的车的话 它不会路的这边 开帆 两边的话 它不会的 以前过得特别好的马车 在路中间不会多两边 所以就像是苗车一样的这种法行 它不会多轮回和涅槃的边 然后第五个 刚才我们三清净地不是有五个法行 那么这个 中车和边缠入泉水般的 那么所有对佛法的意义 词句 包括他能不忘陀罗尼的中车和 能边缠无瓦 这些智慧是永不自禁的 真正的这些 三清净地的菩萨 那他对不管是出世间法 所有一切的智慧 那就是源源不断的 就像是泉水一样的 这个泉水里面的水 怎么样挡住也是挡不住的 所以我们以前的一些上师们 圣者 他的智慧当中 什么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道理 自然而然和智慧的火花绷出来 所以这种菩萨 他的智慧是源源不断的 这种法行 那么这三则 我们讲的三清净地的 不同层面安立的 然后后面佛地的 佳心和真心 后心分三个 首先第一个 如亚神般的法行 实际上这个 就像我们法行的过程当中 他宣说四地的妙法 到了四地前面的金刚 入金刚钉 在那个时候 他所宣说的妙法 声音非常优雅 就像是约雅的声音一样 非常的悦耳动听 他所宣说的妙法 每一个众生都能得到 无比的欢喜和利益 所以这个法行 然后中间真正获得佛果 他的真心的时候 一切万法成为一为一体的 就像江河所有的本体 融入大海 跟大海的海水 会融为一体一样 金刚钉末尾的时候 真正获得佛果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他所有的如所知已经得到圆满 这个时候就像江河般的法行 其实在那个时候有没有真正的 像我们发菩提心一样的分别念呢 这个都是没有的 这个是法行的真心 佛陀的时候 所以在关于这个问题 以前在信心修习当中 也有一些辩论 佛陀到底有没有发行 包括无光尊者的 《如意宝藏论》当中 也是有辩论 但是无光尊者已经说了 佛陀的时候可不可以安理 这二十二个陀当中最后的三陀 可不可以安理呢 无光尊者的观点可以安理 但是佛陀的时候 不像我们要求佛果 还要利益众生 这样分别念的心是没有的 但无分别的佛陀心 应该在得佛陀的时候 功德增上的方式存在 所以这是佛陀的真心 然后佛陀的结性 后心 他的这种法性 显示各种各样的事业 如云一般的法性 如云 得了佛陀之后 他现实发生的二十七种事业 在世间当中就像是有了云 降下雨水 让万物开始滋润 慢慢开花结果一样 那么获得佛果之后 在世间当中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最后 这个像云一般的法性 那么这个是安理在得佛以后的末位 智慧的后来事业现前的层面 也称之为是法性 其实在这个时候 没有分别念的法性 那么这一生 总共有二十二种法性 这二十二种法性 按照《经庄严论》的观点 实际上 《诸佛子之法性也有如所欲募》 很多菩萨的法性 像云一样的法性 尽管《众安论》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有些人说 这里的安理方法是不对的 应该二十二种法性 全部安理在佛的有学地 不能在无学地当中安理的 但是很多 包括华智仁波切 宗喀巴大师 很多大德认为 这个是不会有过失的 虽然《经庄严论》里面说是 佛子的 菩萨的法性像云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 菩萨不但是有云一样的法性 而且佛地的时候 这种功德也自然而然存在的话 不会有任何的过失 因此在佛地的时候 虽然没有我要想度众生的 有分别念的 非常明显的这样的法性 但是不分别念的 我前面讲的那样功德增上的法性 应该是可以有的 因此不会有任何的过失 所以这以上的法性 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们带着的道友 应该对《现观传论》 虽然这是接近三个颂词吧 我们今天所讲的三个颂词 但三个颂词 学习大乘佛法来讲非常重要 而且就像龙猛菩萨的 菩提心事当中所讲的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不可能得到成佛 要发心的话 必须以这种方式来发心 而且这样发心之后 就像《吉祥师》 《清闻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如果发心有设想 那么虚空戒没办法容纳 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一方面学习了大乘现观传论的时候 光是耳边听也便不行的 每一个人一定要发心 我们现在虽然这二十二种比喻 都可能不具足 像如金刚般的 大海般的 都不行的 我们也不是金刚 也不是荡海 也不是山王 也不是药 也不是犬色 也不是歌声等等 所以这二十二个比喻 听起来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都可能没有 但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 就像我们现在正在读小学的时候 讲很多中学学生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努力的 希望一方面确实 听了这样的大乘佛教之后 我们要发菩提心 同时我们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 也尽心尽力的饶益众生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和行为都可以相应 逐渐逐渐 我们也真正得到正道 好 今天讲到这里 Whenyou are known 如金刚前澁立 抓到一分之中 我能够用浮沉 d翅让 在酒 id上 这些赛支上最複数的感下的 都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